可是對柏昂造勢來說 他除了字詞變化之外 他的斷句跟他的那個詩的組合的方式 都會讓我覺得 是一個對文字的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宅情 所以我回家之後我就試著把自己的創作 他默默被聽說他代表我的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開始了一個很舒服的過程 那我又是 對我就是一個用文字表達自我的人 那但是那個時候就是到了 到了因果之後 然後就是為了為了 去遊學啊 然後去找創作 還是直接去到那個國度去找創作 那你這個創作的那個 來源是怎麼樣 就是 這裡面我大概聽到的問題有 兩三個 一個就是去的動機是什麼原因 然後第二個是那個創作的體質 創作的素材的選擇 對啊 那去 其實在我那個時候就是剛好有一些 那個應援機會呢 就是會有 在倫敦那邊會有一些事情發生 然後 然後我必須就是 剛好是一個我可以 我會不是像現在這樣子啦 什麼開放 某某國家 然後開放黨 因為在我那個時候還沒有開始這個樣子 那等於是我自己要做這個決定 我要不要去 其實我覺得人生的選擇很多 你可能可以說 我在一個 中年的時候 然後我家也會 那個牽掛很大 然後我上面有父母親 然後我也許結婚 我也許沒結婚 我也許清掛生兩孩 那但是我到底要不要生 那我覺得這些是 就是屬於人生課題的部分 可能我就在我那個階段的時候 已經做好選擇了 對啊 然後他就把那其中的一個房子 然後全部都箱上那個 叫買水晶的東西 然後 然後就是 讓 因為可能 如果叫你去看一個老房子 跟他說再見的話 你可能也 只會在家裡面有眼淚而已 可是在這個房子裡面 比方說做一些小小的事情 而且 辦一個 好像辦一個小小的派對的話 那 就是 也可以讓居民 就是 有一個機會 就好好的 跟這個要被拆掉的老房子說再見 對啊 然後我也藉著 我知道 我在那個 搜尋到這個消息之後 我就藉著這個機會 去拜訪這個鄰居 這個門區樓空的鄰居空房子裡 然後我就去裡面 就地寫詩 那寫完詩之後 還就用家的場地 把那個詩印在牆上 然後假裝在那邊做了一個展覽 然後假裝在那邊做了一個展覽 每一張 來 兩張 這個是稿而已 對 這個才要吃 這真正是嗎? 是不是錯了? 練習的 正確的話就這樣 这个写的这个要写两张就要一样 写两张? 对,一张,给一张,他要寄给一张 一张要寄给一张,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对,看你一模一样 他这个可以做到他给你看 你不写什么? 好,两条 水里的可以 很小 而鸣鸡 remote,是更小 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地教学习惯法 一張後等一張後等 沒有 這是椰子 有男嗎? 後的要記事 看你 你喜歡就好 他應該是後的當然過 然後超人 還有的沒男嗎? 都有了嗎? 有了嗎? 有了嗎? 有 有 直接擺了 你今天把照片給我 好 我沒有拍的 沒有英文 那個 你的這個 你的英文不是那個 那是狗 那是狗 狗 所以我看到 是狗 我來 我覺得 那個 那個 好 就是那個 這是一個 的 很 像是 那 他 哪 哪 哪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